年节即将到来为了改善弱势家庭居家生活环境 林口区公所跟街友中途之家关照员合作 日前为独居长辈西阿嬷清扫家园 并没和其他社福慈善单位添购了居家设备及用品 希望在新的一年西阿嬷有一个干净温馨又安全的生活环境 年节即将到来为改善弱势家庭居家生活环境 林口区公所与街友中途之家关照员合作 并且会同当地里长及社居志工 为居住在家宝里宝斗错坑的西阿嬷清扫家园 透过我们这一次所有爱心的结合 不管是提供物资提供我们的热水器 提供我们的各项电器用品还有整理家园 我们结合区公所还有所有的力量 来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独居长者过一个好年 我们谢谢林口区公所 也谢谢我们家宝的里长 带领着我们来找这个我们牧林的对象 就是我们八十几岁的老大姐 因为独居所以环境有一些脏乱 我们就来参与了这一个这样的服务 关照员主任黄梅英表示 林口关照员替许多街友提供一个短暂休养生息的场所 在岁末年中之际园内的住民也首次为弱势清少家园的回馈行动献给了所在地林口 感谢乡亲常年对于关照员住民的照顾 这边偏眼地区的话一位老人家他要照顾一个家庭并不容易 然后借着社会资源来关怀这些弱势的长者 弱势家庭 然后在过年前夕帮他整理环境 让他有个舒适的环境可以过年 黄建坊里长跟我们的赖美秀赖理事长也不遗余虑全心的投入这一次的我们的寒冬送暖的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人来支持这样子 让我们的独区长能够过一个好年 林口区长刘淑芬表示 由于谢阿嬷家中还有许多生活设备及设施需要逐步改善 今年除了动员关照员居民 年轻热血的替代艺南和嘉瑞社区志工进行初步的环境清整外 秋合成基金会也会提供洗脸台和整件厕所的服务 家保里长黄建坊现场也致赠未问津 后续也会有新北市政府幸福小站的爱心家具和居公所准备的暖心请具 希望在新的一年下 马有一个干净温馨又安全的生活住所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